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这样的临界点吗 关系非常的糟糕 所以我们的国防上面做了哪些准备呢 这件事情到底重不重要 大家来看一看 我们的永康舰交船 还有命名下水这个仪式 联合典礼 总统没有出席 是由副总统萧美琴来代表 大家都在问说 这个行程不重要吗 赖总统居然没有公开行程计划之下 又不去 莫非是担心刺激中国大陆吗 因为这两天 对于不管断了ECFA或者是各种的恫吓的 讲话很重的言论 几乎他都是没有回应的 这个时候过去想到我们之前的国防部长 这种时候都是睡不着觉 晚上睡不好等等 我们的国防部长呢 他在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 他烦恼的是说 国防部很多事情都必须要考虑台美关系 他的烦恼不是两岸之间可能的演习 兵凶战尾 他烦恼是说 每次有什么消息曝光 就像赖总统讲了什么 会不会AIP又打电话来 这个担心是不是跟一般我们之前的国防部长很不一样呢 难道当国安会秘书长的时候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这么多的事情让他只担心美国打电话来吗 那当然也更凸显了在赖兴德政府 赖兴德总统执政之后 对于整个重点在哪里 难道只有美方的意见才是关键吗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国防部长也发表了对台来恫吓的言辞 他讲的越来越重 董军说民进党大搞见景式态度 推去中国话 切香肠啦 掏空啦 一中原则啦 总之他重点是要把台湾影像浅静了吗 民进党发言人回应 卓冠庭说 呼吁中国立刻停止对台湾的文攻武嚇 不要做扬言制造麻烦的极权巨鹰 那可以告诉我们 那我们巨鹰如果我们要面对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例如扩大专长的训练 陆军有个双连装的所谓的刺针防空飞弹模拟器 年底会到位 这个算吗 国军这十年来 向美国筹买了很多的武器啦 其中这一项刺针防空飞弹 在俄乌啦 这当中看到的是还蛮关键的武器啊 但新年宣布了 要由中科院自己研制 要自己做 那预计年底要到位的大幅度的陆海空军 要做训练的效能的提升 这算不算呢 美国参议员怎么看 参议员昆斯说 美国四月通过的印太安全补充拨款法 包括其中有20亿 台币650亿左右 就是一大部分可能分配给台湾 还有菲律宾 这两大援助对象 那帮我们什么呢 帮我们是我们实质的需要 还是他们想剩下来愿意给我们的是什么 难怪都要听美国的意见嘛 国防部长担心的事情都是如此啊 南海呢 背说火要为重 甚至比台湾更甚 因为呢 小马可市总统 非常的激烈的言论 他说现在在中非的南海冲突里面 只要有一个菲律宾人被杀死掉的话 那就他用词我们可以稍微揣摩一下 他的精准度 因为他说的是 那将几乎肯定跨过红线 非常接近 非国所定义的战争行为 其实就如果不要有这几个词的话 就是那如果说死一个人 那就跨过红线 就是战争 可是他不是 是几乎肯定 非常接近 那到底有多奸计 有多肯定呢 那你只要问他才知道 所以菲律宾诱发南海言论的时候 中国大陆方面的回应是什么呢 他说先请他回答四个问题 包括了谁违反规则 谁挑起事端 谁在东协另起炉灶高小圈子 甚至到底是南海国家东协重要 还是外域域外的国家 在影响你的一些决定呢 好来看看在菲律宾总统 讲这个南海话题的时候呢 学者就分析 是大陆学者认为 小马克思总统是要干嘛 他是针对中国抗中 说给美国听的 还有菲律宾致力要拉拢 预外势力是要有更多方面的合作 扰乱地方的地区的区域的平衡吗 菲律宾没有稍微和缓 我用试一直很强硬的 海岸的警卫队司令也说 中共水炮在南海打伤 菲律宾渔船船员的事件 水炮的作用是从火载中 拯救生命财产 结果现在却拿来点火吗 一直继续的呛响 而实际上的状况如何 现在菲律宾有两艘海警船 仙兵礁这里附近 已经自由45天了 不动 他干嘛呢 就是说他们要监控中国大陆 是不是在这附近 有座填海造地 所以这两艘海警巡逻船 是特别在这里 在这个仙兵礁的戏湖内 要他们不动 连续45天持续在这里 已经说45天了 所以这画面是看到说 有一些空投投放的情况 就假如做做贪的概念 接受空投的补给 然后来给当地的这个扬骚船 可是画面上仔细看 是看到这些人员拿的是什么 是枪指着中国海警 所以在大陆环球时报 所公布来这个画面是指控说 对方的敌意非常的深 甚至拿起枪来是要干嘛呢 运捕的时候 难道是随时要准备开战 或对干的吗 亮哥从我们的国防上面 可以做的因应 现在的国防部长 跟我们之前上一任的邱国珍部长 显然风格是很不一样 最担心的事情是AIT来找他 麻烦问他问题吗 不 这个永康竟然是巡防艇 是600吨级的 所以是归海巡逻的 其实这也没那么敏感 因为中国大陆还有上千吨的 对不对 万吨 对 到了6000吨以上还有好几艘 你这个才600吨 事实上那天我也看到海警船 跟我们的海警船那边互相对话 台湾的船真是小到 小到不可思议 有没有300吨的画面 就是很小 因为有画面 这个赖金德来讲不是大事 说实在他不去是合理的 不 你如果是巡洋舰 那当然不一样 巡洋舰他要去 潜艇他要去 这个只是海防艇而已 海防艇而已 倒是希望管闭 你赶快去处理金门撞船 这比较实际了 如果要让两岸降温 事实上顾立雄 现在能够做的事情也不多 他现在就是在处理 军购还有那个建案 希望对这个国防预算的 比较大的花费来做管理 事实上像这一种对异的 我听说因为最近新闻爆了一个料 说他去各个将官在了场合 结果他去讲了15分钟 就立刻离开现场 那就让参谋总长去做调度 因为他是文人 对于军方在讨论的那些细节 他也不一定听得懂 我说实在话 然后那个报导又加了一个 说蔡英文就快卸任了 人家问他说 那你会不会任命那个文人 来当国防部长 那蔡英文说他不会 对 这个就是 你能不能迅速进入军方的状况 顾立雄可能比较熟悉的是 美国在这里面的敏感角色 因为他以前是国防会秘书长 那就看他怎么定位 国防部长的角色 他如果对这种实际的战绩 战术战略的部分 想要交给参谋总长 他就去把军务 军纪 还有军事的采购 也许是做这样分工 是动分工 可是他管不了 我不知道 就看他要介入到什么程度 因为如果你要管军务 那屁是一大堆 我说实在 那目前我是觉得 我们还是不要引述那些议员的讲法 比如说卓冠廷 还有美国的参议员 事实上20亿美元能干嘛 20亿美元这个 的一部分 融资优先援助对象 坦白讲项目还是美国指定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就跟乌克兰一样 乌克兰一样 都是采取类似的说法 至于这个相互礼大论坛 去了两个演讲声音很大 可是对实际的军事毫无影响的 就是小马可是跟泽伦斯基 泽伦斯基也去了 大家都吓一跳 让他去开那个会一点用都没有 因为他瑞士那个和平会议 后来大家就发现 不是只有中国不去 连美国都没去 美国也没去 然后巴西一开 那我也不要去 就是你不让俄罗斯去 那中国就觉得这个没有意义 所以中国就不去了 中国不去 美国就不去了 我不知道泽伦斯基 在瑞士搞那个和平会议是要干什么 就是我就觉得他 这不是在处理真正的问题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俄国战争 现在已经进入了非常艰难的局面 那他也拿不出办法 那现在大家在紧张的一个问题是 你会不会真的把那个 长城的那个飞弹 给射到俄罗斯境内 那之后所引发的反应会是什么 大家在那边怕得要死 那因为普京也放狠话 这个狠人话不多 一讲就说你打看看 你那个北约的小的人口密集的国家 你就看着办 这一听打到了很多国家 因为欧洲有10个国家 优先主张给乌克兰武器 坦白讲立陶宛跟爱沙尼亚还不是重要的 最积极的是荷兰跟丹麦 尤其是丹麦 荷兰也是 因为波兰不算小国 波兰人口蛮多的 地方也大 如果俄罗斯威胁到荷兰丹麦 那可是世界级别的大震荡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全球在关注的事情 是 所以渊老师 南海这种 是叫做游戏的 还是喊话用呛吓 可是实际上 还是有限度的再冲突的情况 看起来你认为是有 插翔走火很高的风险呢 还是就是给美国 我觉得菲律宾这样闹下去的话 迟早要出事 迟早要出事 因为其中的话 我对菲律宾有所了解了 因为我在留学的时候 好朋友都是菲律宾人 菲律宾人非常emotional 他们喜欢开派对 每个人都会弹吉他 但是对于国家的认同 是极为强烈的 你想不到的 这个大家有的时候 因为菲律宾跟我们长得不太一样 他们英文都非常好 所以他们非常国际化了 在这种情况下 菲律宾会有这种反应的话 我一点都不意外 就是说他们长期来讲 坐摊也不会走 因为对于这个国际事务上面来讲的话 是属于国家的颜面的问题 所以菲律宾的话 是很想把这个事情闹大了 又是由美国做靠山 大家不要忘了 菲律宾当过33年的美国殖民地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菲律宾的话 这次在香格里拉对谈的时候 小马可是带去的 菲律宾的军方人员 强调我们跟美国有特殊的关系 所以我们特别了解这种情况 我是觉得说 我这边再跟大家重申一下 国际政治哲学讲三项原则了 第一个就是自己的实力 第二个就是盟邦拉邦结派 然后第三个就是本国利益了 所以说菲律宾他现在拉下红线 只要有人死 水炮也可以打死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要看实际上的话 不管是南海或是台海的问题 其实都是中美关系了 但是想到中美关系的时候 我看到顾力熊跟董军的照片 一比起来的话 这顾力熊泄露了一个天大的机密 你知道吗 顾力熊跟菲律宾人刚好相反 一般没有说这种国防部长 讲到说AIT来电话 AIT算老几 AIT根本就是地下组织 罗生博哥算老几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代表我们全体 是画面国人讲这我话 你什么东西 你怎么讲说AIT打电话干什么 叫你去那个好事都买东西 那你要搞清楚 你自己还笑这么高兴 你一个律师变成国防部长 你要表现起码有董军的一半 对不对 人家穿着军装 在香格里拉对话里头 讲的事情的话都是涉及到 要不要世界大战你自己说一句话 那你现在这种问题的话 就是要美国AIT打电话来干嘛 叫你把这个硬吞吞的 把这个赖清德的两国人吞下去 那你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 实际上来讲我根本都不敢指望 那你那个叫什么贯庭的 左贯庭的还讲那种屁话 还想要惹怒大陆 你讲的话你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你在这边的话很凶 但是你出去你敢讲 你现在知不知道事情有多危险 你讲这种事情的话 你代表什么意义 你要保护我们 对不对 你要做我们全民的领导人 你现在让我们陷入一个 水深火热的这种危机当中 你还对得起大家什么东西 而且你一讲这种话的话 你泄露一个很大机密 美国都不见得会承认的 美国说遇到这种事情 什么打电话 我们来的事情 我听罗生博哥两个月来一次 从去年到现在来了五次 他没有一次讲他干什么的 事前我们很多民族还猜 他是来教训赖清德的 别跟我乱讲话 通通猜错 赖清德的话狠狠地说完 我跟你讲 没有这么直接的挑衅大陆 没有这么直接的 两国论没有这么直接的 超过李登辉加蔡英文 加加纯纯扁 合起来 赖清德加乘以二 这种情况下 这种挑衅情况下 我们目前所面对的危机 国防的力量非常重要 你居然把美国扯进来 美国要干嘛 美国AIT来电话要干嘛 你自己要讲清楚 这种机密的事情 你当过国安会的秘书长 不能够泄漏的你知道吗 国家的积木 你要有点起码的责任 这不是每个月的薪水 这是美国也不会高兴的 美国要万一 AIT跟你讲说 你们自生自灭 我们不管了 而且美国的议员 讲了什么东西 什么20亿的 我跟你讲 我们一买了 170亿美元的武器当中 只交付了大概40亿不到 还有130亿的情况下 他都没付 还什么乱给你 什么优先的 美国人没办法照顾你 你说老师 所以赖总统上任以后 除了呛响 再来就是 美国的角色 几乎是完全单边的倾斜 听令形势的氛围 那大家虽然外界这样讲 也就算 连国防部长都这样讲 他还说是王美花交代他的 就他当时不可以乱讲话 我们很多话越少 讲越少越好 因为担心AIT给他施压 现在这个时代 大家把一个该言术的事情 都变得好像很 要诙谐 轻松 但是真的是失去 他应该有的一个规则 那其实国防部长这个职责 何其慎重 何其重要 尤其在现在两岸关系 这么紧张的时候 国防部长的决定 一个错误的决定 很可能就会使国家走向战争 那真的是不能够 这个玩笑置之 那当然我觉得现在顾立雄 其实他与其说 要关心AIT的电话 他反而应该真是思考说 怎么样鼓舞我们国军的士气 怎么样把我们的训练 能够真的是能够调节我们国军的 这个人力的负担 那怎么样能够有足够的这个军备 我觉得这些才是最关键的 更何况他讲到接AIT电话这件事情 恐怕AIT也不会开心吧 那这个表示说AIT常常打电话 给国防部长吗 那这些其实都违背了双方应该有的一个默契 那当然回来讲就是说我其实还蛮想谈一下这个 菲律宾这个情况 因为菲律宾其实跟台湾有点像的地方 就是说在都有一段时间跟大陆保持一个还不错的关系 但是总统换人了之后就有很大的变化 那在这个小马可事上来以后更让大家跌破眼镜 那现在其实第一个他讲到就是说水炮 这个发射水炮如果致死的话会跨越红线 那水炮会不会致死 刚才这个院教授讲了这部分是对的 因为这个水炮致死 比如像说日本在他这个大阪的音乐节 有个工作人员他不小心开启了那个水 那个高速的水柱就喷一喷就脑死了 那还有这个韩国这个上 那时候在那个在普警惠时代有人上街头抗议 结果上街头抗议之后呢 警方用水柱去攻击这个驱散人群 真的被打死了 这个是真的是有的 但这个里头其实也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这个水炮的使用 它是执法 它其实不是一种战争行为 就这个本质它不是战争 它是为了执法 所以说为什么大陆会使用水炮 意义也是在这里 它就是它强调我是在这边执法 那既然是面对一种执法 那当然还是要避免说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为什么执法致死会导致这么严重 因为毕竟有死人嘛 虽然你的意图是执法 但是如果导致人命的损失 那当然也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这个大家会想到什么 我们金门的事件不是也是一样吗 我方是执法 我方认为对方是越界 可是结果两条人命没有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怎么去解决 所以在菲律宾就把它认为说 你已经跨越到我的红线 我就可能会启动 当然马可思 小马可思还是保留了一点 他说几乎肯定 他还不敢说一定 对不对 几乎肯定 因为这个东西还是要看美国 到时候愿不愿意支持 他也要看他真的有没有这个能力 可以去控制这个局面 但是他这个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 千万不要轻忽金门事件这件事情 对两岸关系的深远的影响 嗯